晚上好朋友们,咱们又见面了 朋友们好啊,今天晚上咱们聊个工厂里的故事 这故事挺吓人的,而且呢,不是说那种像之前讲的那些故事 就一到两个人看见了,不是,这个故事是一大堆人全遇到了 今天这故事的由来呢,是咱们家那个叫文文的小姐姐提供的 就是来自湖南的那个女听友 前些日子提供了好几个故事,我想大家都知道她是谁了 然后文文今天说的这个事呢,她说是听她的一个朋友讲给她的 起码得是五六年前,在她上班的这个公司里边吧,有个同事 这个同事呢,是个男的,属于哪种呢,属于那种就是特别奋发图强性的 本来没上过大学,一直呢,打老家出来在广东这边啊 工厂里边上班,干活,但是后边发愤图强 人家自己参加的那个叫什么,高自考是什么的 结果把学历拿下来了,到了后边,人家上那种大公司里边上班去了 但是正因为这种情况呢,她才能和文文当成同事 并且呢,这个男的呢,和文文呢,有共同的爱好 这个爱好呢,是无意中发现的 就是这男的的笔记本电脑里边,有时在单位 他下载电影,下载电影的时候,文文可能就看到了,就问他 哎,你也爱看鬼片 然后这男的就说,撒,我也爱看 啊,白天下,下完晚饭回家看 啊,就打这开始,文文等于就知道了 他也是那种恐怖电影爱好者 结果俩人没事的就聊这些事 但是后来慢慢熟了 有这么一次中午吃饭 这男的就给文文讲了一个,他自己的经历 这个经历当时啊,嗯,好几个人都在听他讲 但唯独文文,他说我呀,比较相信他 可是别的同事都搅着,他是胡说八道的 这哥们说的这个故事呢,发生在好多年前 就是他呀,要比文文大好多 那个时候呢,他还在厂里边上班 刚打江西老家出来 从这个江西老家出来之后 他就找了这么个工作 这工作就是东莞的一家电子厂 在里边上班,组装电子元件什么的 每天工作特别辛苦 没工夫顾的别的 再加上他那会儿呢,对城里边不太熟悉 都得慢慢的去适应 但是万没想到啊,这工作干了一个多月挺顺利的 结果这单位闹了鬼了 闹鬼闹得特别的凶 并且导致什么呢,这单位有一半的工人全都辞职了 但是他说他没辞 因为他那会儿人生地不熟的 搅着换了个工作之后 会非常麻烦的 可是的确他呀,坚持了后边干了几个月 但到最后还是坚持不住了 工厂的工人越来越少 天天晚上做噩梦 眼瞅着这个老板就因为这点事闹的 这厂可能要倒闭了 那么说到这儿很显然了 这事应该挺严重的 他说这事情发生在一天晚上 这天晚上待好好的 就是他们宿舍楼这边啊 其实是一个楼 但是被厂里边给隔开了 就是拿那种大石心板隔开的 左边住男的,右边住女的 一共住着有这么个六七十人,五六十人 结果晚上正睡着觉了 睡到一点多钟 就听到女生那边 哦啊烂叫 叫的是整个 就把所有人都给吵醒了 然后大伙就从这房间里边出来了 看的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 然后这一出来呢 就发现女生宿舍其中有这么一间宿舍 旁边堵着好多人 而且这宿舍里的四个女生 全打里边出来了 并且很明显 就是他们四个人叫唤 那这一下大伙都别睡了 谁也别睡了 全都跑到楼下去了 到了楼下广场上 这才听别人说 好像是刚才这女孩睡着半天觉 他们宿舍进来个男的 这男的透过文杖 把脸顶在文杖上 往里边偷窥人家 然后可能是弄出什么响动来了 把其中的一个女孩给吵醒了 醒来一看文杖上顶着一张脸 虽然看不清是谁 但轮廓能看得出来是个男的 可是里边这小姐姐正睡着觉了 广东的夏天又热穿的又少 这一下子你说能不叫唤吗 可是他这一叫呢 去他们宿舍的人说 说这男的滋溜就从外边给跑出去了 跑的时候也没瞧他开门 然后从门就直接撞出去了 然后后边就是一通慌乱 慌乱完过后这几个小姐姐 就打宿舍里边跑到外边来了 然后就是一大堆人把他们围上 就听他们在这讲刚才的事 结果讲着讲着没有一会儿 厂里的什么所谓的主任 还有稍微的有点官职的人就都来了 来的就解决问题 当时所有人就怀疑 这指定是旁边男生宿舍的哪个坏小子 跑人家宿舍里边偷窥 干坏事去了 所以当时他们那有个主任 还挺厉害的 这人就在那说 是谁干的 找我 听到了吗 别让我们查出来 让我们查出来了 你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 这不是你老家 你干的这个事 这足能拘留你个十五天 弄不好给你判了 行了 你是谁干的 你私下如果主动找我 我给你保密 以后你别再干这种事就可以了 等于当时就是这个状态下 解决的这个问题 所有人都认为是男生宿舍里边出了流氓了 可是这只是第一天 等到第二天晚上又出这事了 虽然不是昨天的宿舍 但问题也是女生宿舍 也是来了个男的 钻到人屋子里了 把整个女生宿舍那边弄得 又不得宁静 那这当天晚上厂里的领导可就急了 站在院子里是一通大骂 并且吓唬他们说 如果要这样的话 你还这么干坏事 那我们可要报警了 警察来了可不是我们这种情况 结果足足站在院子里边 喊了得十多二十分钟 当时这厂里的领导就认为 这事应该能解决了 这小子不会再敢干这种坏事了 你这换谁 谁也不会连续的这么做 可是等到了第三天 连续到了第三天之后 晚上又出事了 而且这次出事还不是一个宿舍 这男的半夜里边窜进了两个宿舍去 那顿时间厂里边就不干了 立马当天晚上就报了警 大夜里边两点多钟 来了一整车的警察 把厂里边是查了个遍 整整弄的半宿都没有睡好觉 可是问题查完之后 没查出任何究竟来 还有就是经过调查 就是问这些小姐姐们 小姐们们却说 我们门是锁着的 我们这两天出这种事 每天把门锁得紧紧的 但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不用开门 就能进来 警察当时也检查了 他们的就是那个门 有没有被撬开的痕迹 的确就是没有 可问题是俩宿舍 八个人全说桥家 所以这里边就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 站在警察叔叔的角度 这有点灵异事件 你这门没开 窗子也没破 这人是怎么进去的 所以当天晚上这个案子 他不好解决 询问的时候 本来这警察同志就搅着 是不是他们集体做了噩梦 这是真的吗 所以盘问了半天 所有的男同志 也问不出个究竟来 但是当时啊 警察叔叔临走的时候 告诉厂里的负责人呢 说不行你们弄个联防队 就是组建个四五个人 让他们盯着点 看来是这门口有什么坏人 而且你们别老盯着你们厂里的人 这很可能是附近村子 跑到你们厂里捣乱来的 当时工厂把这事弄得就特别重视起来了 就搅着这是感觉要出什么事似的 结果真的就听叔叔们说的 弄了个联防小组 一共四个人 厂里边相对那种比较高大壮的 就让他们晚上在这盯着 结果万万没想到啊 前两天闹得就够大的了 然后等到第四天的晚上 盯到了夜里边两点多钟 这宿舍又闹昏起来了 但问题是奇怪的是什么呢 联防组的四个人守着宿舍的门口了 这个人要是进去的话 不可能从别的地进 他只得打门口进 但问题是没看见这人进去 可问题是楼上又欧阿兰叫起来 当时联防队的人也是迷糊 一听楼上叫唤 这楼就冲上去了 冲上去完了之后呢 就去看到底怎么回事了 逮这个人呢 可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刚上去到了喊叫的 这个女生宿舍门口 结果其中联防队的一个人就喊 看下边看下边 他跑了 然后大伙当时就看见了 一个男的穿着黑了八戟 而且感觉全身十八路都的衣裳 打他们这个院子 朝着门外边就跑走了 顿时间呢 这联防队的四个人 又冲到楼下去追这小子 但是追到大门口 消失不见了 这个男的不见了之后 他们不会放弃的 直接就冲出了场外边 继续跟 当时按照他们预判的方向 直接就跟了过去 结果跟着跟着 还真发现踪迹了 看到一个黑影子 往着左边的一个山丘子里边钻进去了 广东植被茂盛 不向北方 那山丘子里边什么都瞧不见 全是绿树 结果他们呢 就打着手电往里边慢慢摸 但是摸着摸着往里边一照 不对呀 再往里边走没路了 而是一个自然形成的大水坑 这大水坑啊 好像是天然的 就是一个大坑啊 时间长了 鸡鱼水 导致里边形成了像这个养鱼池 但是实际上不是养鱼池 就是个野坑子 当时几个人就嚼着有点奇怪 这怎么回事啊 啊 这人走到这怎么就没了呢 可是正在这琢磨着了 突然就感觉这个水面上 呼啦呼啦的闪过去水花 就感觉像是下边有个人在游泳着呢 结果另外的一个人就在那说 哎呦 他跳河里去了 然后这么一说坏了 马上几个人拿着棍 拿着手电筒就跑到河上 然后对着河里边是连拍带喊 但是寒了半天 这小子也没有浮出过水面来 并且这个水坑啊 一望能望到边上去 他要打别的岸边出去 也是能瞧见的 结果隔了这么五六分钟 其中有一个稍微岁数大点的 连方队的人就说 坏了 不会把他逼着水里淹死了吧 他要淹死了 这不会赖咱吧 这人这么一说 另外几个也担心起来 立马经过商量 就报了警 那警察叔叔前两天就知道这出过事 所以马上就赶过来了 赶来之后一块跟他们到了水边 问他们到底什么情况 他们给警察叔叔说清楚了 问题是水里边不像是有人的样子 结果两个警察也拿着手电正罩着了 正听他们在这儿白昏了 突然水里边就咕噜咕噜冒着点泡来 冒泡的位置正在这 这这这小自然湖的中间 其中一个警察马上就指那边说 哎就在那了 可是叔叔指的这个地儿挺远的 在这水潜中间 马上呢 一看这个当时人就预判出来了 看来这小子肯定是拿了个什么吸管 夺水里边就不出来 那么这会儿警察叔叔马上就让另外两个人 说那意思你们回去拿个长杆子来 咱把它捅出来 可是万没想到 没隔了一会儿长杆子是拿来了 而且人也从河里捅出来了 但是捅出来之后 可就傻了 因为这人呢 死了 并且死的不是一天 身上都泡夫呢 死这河里死了得有 感觉七八天了吧 我感觉这不是个色鬼 这应该是让他们去救他 我有这种感觉 因为色鬼不这么办事 当然了 您可能听着有点不明白 等回头 我给您讲七色鬼的 您就明白了 不过别管怎么说啊 故事就是故事 别往心里去 不会发生在您身上的 晚上好朋友们 咱们又见面了 朋友们好啊 今天晚上咱讲个东北的故事 这个故事呢 过分的邪门 并且呢 有点玄幻 所以提前通知大家 别太认真了 咱当故事听 然后这故事呢 是咱们家一个叫邱瑞的 来自东北的 这么个兄弟提供的 这兄弟呢 跟我差不多大 八八年生人 然后故事 是发生在他上 初二这年的事 在邱瑞初二这年呢 他说家里还住在 老的平房里边 然后平房呢 属于是那种 一个院子里住着好几户 所以说呢 房子很老实 并且家里啊 到了冬天取暖 还都得点炉子 这东北点炉子啊 他不是南方 南方可能弄个炭盆啊 什么的 这东北人点炉子 是需要烟到的 也就是说 家家户户都有烟筒 可是等到初二 刚刚啊 入春 这炉子刚停止烧了 烟筒还没有撤掉 突然间那一天晚上 这天晚上没有任何的线照 邱瑞跟妈妈爸爸三个人 正睡着觉了 结果半夜就听见屋子里边 传来嘟嘟囔囔的声音 然后啊 邱瑞跟妈妈就被声音吵醒了 结果一看呢 是他爸爸 一个人呢 撅着屁股 对着烟筒里边说话 由于当时啊 烟筒特别冷音 再加上他爸声音非常小 只能听见他嘟嘟囔囔的 但听不清他说的是什么 可是这会儿邱瑞和妈妈 一下就害怕了 因为他爸做出来的这个举动 太不正常了 结果呢 看了有这么几秒钟吧 他妈妈这才鼓起勇气 问他吧 呀 你干啥啦 然后他爸呢 不说话 只是伸出一个手 对着他们俩俩失忆 意思就是说别说话 别捣乱 好像在忙什么似的 这会儿邱瑞吓得 已经抱在妈妈身上 然后妈妈也不知道 这是怎么回事 所以只能这么着 看着爸爸对着烟筒嘟嘟 叨叨了可能得有啊 好几分钟 然后几分钟过去 爸爸叨叨完了 转过头来回到床边上 当时啊 据邱瑞说 爸爸的表情神态特别不正常 然后挺激动的 告诉他们娘俩说 没事啊 我跟我爸我妈说话了 我爸我妈呀 在咱家房顶子上 然后找我有事 当时邱瑞和他妈一听 这心脏差点跳出来 因为他爸说的 他爸他妈不就是 邱瑞的爷爷奶奶吗 邱瑞的爷爷奶奶 早就已经去世了 结果邱瑞的妈妈 马上受不了了 告诉他爸说 呀 你这大晚上的 你别吓人呢 你干啥呀这是 你疯了 可是他爸还是一本正经的 偏说 跟他爷爷奶奶说话 不过 后边啊 没隔离一会儿 他爸就上床睡觉了 就好像没什么事 就一切正常似的 但是 邱瑞和他妈晚上可睡不着了 俩人吓得呀 瞪着眼睛 瞪到了夜里边接近四点钟 后边慢慢的实在忍不住了 才睡着觉的 但从这天开始 后边他爸在家里连续作了三天 每天晚上起来都对着烟筒里边说话 并且偏说爷爷奶奶在屋顶的烟道 有事交代给他 可是还没来得及研究他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的 等到了第四天 要不就是第五天 邱瑞的爸爸就疯了 邱瑞的爸爸疯了之后 精神不正常 没法交流 说话乱七八糟的 但是人还没到了那种无法自控的地步 但后边随着没有这么十来天吧 邱瑞的爸爸就经常的在院子里边 对着那炉子和烟道磕头 这磕头的时候磕得特别重 一开始磕的屋里边咚咚响 到后边磕的脑袋上就流出血来了 邱瑞和妈妈怎么拦都拦不住他爸爸 这会儿啊 邱瑞每天都没有心思学习 他妈都没心思生活呢 他爸是家里的顶梁珠 这呆好好的没招谁没惹谁 这是怎么回事啊 但接下来 家里的亲戚过来帮忙 带着他爸去了好多医院看 所有医院给不出结论来 最多就是说有精神病 或者说是你得了什么怪病 或者医症了 但是想对症下药把它治好了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医疗方案 所以只得这样 他爸就这么平白无辜的 精神不正常了 但是邱瑞说呀 我爸这不正常啊 有40%的时间 还算是能正常的 但是所谓的正常 就感觉他也不是之前的我爸了 这人整个眼睛 神态都是奇奇怪怪的 还有就是还有60%的时间 那我爸基本上就没法生活了 什么奇怪的事都能干得出来 当时弄得我们院里的邻居 没有不怕的 这门口周围的人呢 船什么的都有 所以弄得我妈天天就这么盯着他 结果一来二去时间长了 我爸疯得越来越重 到了后边啊 就开始跪着走路了 基本上都没法向咱们正常人 站立走道 当然这是犯病的时候 如果病好了的话呢 稍微能正常一会儿 可是再过了些日子 我爸就开始到外边坐摇了 那会儿啊 我妈天天跟我爸在屁股后边跟着 结果有这么一天下午 这天下午我没上课 我在家里 因为我爸中午犯的挺严重的 然后等到了下午四点多钟吧 我爸就玩了命的往外边跑 结果一路就朝着我们家 糊涂的北边跑出去 我跟我妈足足就这么跟着他 走了得有一个多小时 当时天都快擦黑了 可是走着走着 我爸就发了风似的 跑到一个工厂的大铁门那 然后我妈一看 马上就喊我去拦住我爸 因为那工厂不知道人是干什么的 怕他钻到工厂里边坐摇去 可是我跟我妈刚追上去 我爸就冲到人家工厂一个 关着的铁门 好像是人工厂的一个后门 结果我都快一把抓住我爸了 然后我爸竟然从 那后门下边的门缝 钻到工厂里边去了 我当时跟我妈都吓杀了 因为这铁门下边的门缝 也就有个十厘米左右 而且满是杂草 那别说是人了 你就那个小孩或者那个小狗小猫 钻进去都费劲 但就在我们眼皮子底下 我们就这么瞧着 我爸好像练了什么缩骨神功似的 自溜一下 就进到里边去了 顿时间我跟我妈站在铁门外边傻了 哎呀 这怎么进去了 可是这会儿顾不了研究这个了 得赶快找人家工厂去 因为那铁门老高了 我跟我妈钻不进去 也翻不进去 所以我们特别着急 赶快跑到工厂的前门 说明了情况 结果人家厂里的保卫科呀 还是挺好的 满场找我爸 不过没一会儿 把我爸给找着了 找着之后 我爸说话已经不正常了 你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所以交到我们手里边 只能这么把他带回家了 再到后边 我家里的亲戚就来帮忙了 就是舅舅啊 叔叔什么的 剪天盯着我爸 门都不让他出去 可是这么下去 我们家的日子可就没法过了 那个年代 家里没有什么做生意的 都是上班的 一旦我爸不工作了 就值我妈的工资 这日子是过不下去的 所以我妈每天都哭啊 那会儿别提多难受了 可是等到我爸病了 三四个月了得有 有一天下午 都已经快绝望的妈妈 竟然在我家门口 遇到奇迹了 这个奇迹突如其来 就跟我爸的病一样 有一天下午 我妈在我家门口后边 有两棵树 树中间拴个绳子 正在那儿亮被子 结果 大老远来了个男的 这男的穿得破破旧旧的 一看就像是工厂里边 干脏活的工人 然后骑着一辆二八的大铁驴 直接停在我妈不远处 然后远远的这么瞪着我妈 我妈那会儿连续的遇到怪事 已经对这种事麻木了 所以我妈也不怕 就问她 大哥你干啥呀 然后这人也不说话 还在远处这么瞪着 我妈就有点毛了 马上就说 大哥呀 我就住在门口 你要干啥呀 我妈说这话的意思是 你别在这儿惹事儿 这是我们家门口 可是这男的 马上面部表情听完变了 变得特别祥和 告诉我妈说 啊 大姐 你别担心 我不是坏人 我是什么什么厂的工人 你看我出工作服还穿着了 我能干啥呀 我呀 就是热心 我打你家这路过 我从远处看你家呀 黑气冲天的 而且我搅着你不太正常 我问你大姐 你家里是不是出了啥事儿呢 我妈当时一听 啊 这话咋说的 你咋看出来我家黑气冲天的 然后这男的说 哎 我就研究这个玩的 咱就别说这没用的了 你就跟我说 你是不是遇上啥事儿了 你要是遇上啥事儿的大姐 我能帮你 由于这会儿 我妈已经被我爸弄得 都到了极限了 一听这男的说这个 我妈一下就控制不住了 扑齿就哭出来了 大哥呀 我在那瓶水相逢 我也不怕你像我 你说的真对呀 我家男人不知道为啥 带好好的就疯了 疯得特别严重 像是中了鞋似的 然后 我妈就把我爸的来龙去脉 大概的 讲给了这个男的 可是这个男的 听完之后 并不着急 特别平和地告诉我妈说 哎 就这事儿啊 这事儿去医院没用 你这不是病 啊 事儿不大 大姐你别担心 啊 好办 看我妈一听 真的吗 这 这能怎么办呢 你有啥 大兄弟 然后这人说 大姐啊 你这样 你在这等着 我跟你家留的一圈 我就在这门口 我不用进你家 在门口转转 然后我回来找你了 我告诉你咱怎么处理 我妈当时听完 只得点头了 然后这人呢 也没说什么 骑上二八大铁驴 就走了 走完之后 围着我家周围 转了也就是十多分钟 然后 大老远的 那边就骑过来 然后喊我妈 大姐啊 那个 没事了啊 解决了 并且一边这么说着 这人就骑到我妈身边的 下车之后 告诉我妈说 啊 你家前边 有个煤堆 那个煤堆 是不是你们这 所有的人们 都在那存煤啊 我妈点点头 然后她说 大姐啊 你家这问题 就出在煤堆上 你呀 明天找俩人 把这煤堆清了 但是清煤堆的时候 你百分之百 得从煤堆里边 清出来一窝黄鼠狼子 这窝黄鼠狼子 两只大的 好几只小的 就在你们这煤堆里边待着 清完之后 你可记住了 黄鼠狼子千万不能打死他 让他走 赶跑他 然后吓唬吓唬他 以后啊 隔三差五的找人 盯着这煤堆 别再让他们来了 然后不会超过三天的 你老公的病 就会痊愈 他妈当时一听闻 转了下眼珠子 然后告诉这人说 大哥 你说的对呀 你要这么的说 他好像真跟黄鼠狼子 有关系 有一次 到人前面的一个工厂里边 也就十公分大的 就是那小裤 他都能钻进去 还把我吓坏了 你要这么说 真可能是黄鼠狼子捣乱呢 可是我妈说完这个 人家就不说什么了 就是对着我妈笑了笑 然后转头 就要走 那您说 我妈能让他走吗 指定不能让他走 得谢谢人家 所以马上就拦住了 这个叔叔 偏要给这叔叔 拿些东西 比如家里的酒窝烟 但是人家是分文不取 什么都不要 后边 我妈跟人家打鼓了半天 最后人家大哥呀 好像就是拿了一盒盐 然后离开了 然后再接下来 就是我妈转过天来了 叫的我姨佛 舅舅什么的全来了 六七个大小伙子 清理那没对 结果还没清理百分之二十呢 就从煤堆里边 找着个大箱子 这箱子是侧扣在煤堆里的 表面上你看不出来 它盖在煤堆里 结果这箱子一扒拉开 里边一整窝子黄鼠狼 最可怕的是 这一窝黄鼠狼里边 有两个大个的 那俩大个的黄鼠狼 好大好大 而且当时我看见了 不过他们怕人 一看见我们之后 咫咫叫 每个人叼着个小黄鼠狼子 并且后背还一人 拖着一个 就跑到前边的树林里去了 再然后 黄鼠狼子跑了 我妈跟我舅舅他们呢 就站在煤堆那 往树林里边骂 当然骂的不是说都是脏话 意思就是为了 吓唬那黄鼠狼子 别让他来了 这要哥平时我遇到了 我得觉得这是一群神经病 但是 最近让我爸的事 弄得我 没什么不能相信的了 不过您别说 神了 这黄鼠狼子 清理走了之后 没有两天 我爸就说话正常了 等到第三天 我爸就认识人了 而且啊 貌似前些日子 他所干的一些 离奇的事 他都不记得了 当时瞬间 就又恢复成 原来的那个我爸了 我跟我妈 当时高兴怀了 并且家里的亲戚都说 让我妈赶快去就是 那个七二八大铁驴的 大哥的厂里边找人家 谢谢人家去 但到了人家厂里边 我妈把这情况 跟人家说了半天 这不太大的那家工厂 人说根本就没有这个人 我妈呀 都差给人家当时 传达士那边跪去了 可是传达士说 大姐 我看得出来 你不是个坏人啊 你可能也是要找他 谢谢他 可是我们不会阻拦这事的 我们厂里边 有工人帮了人了 在外边 那对于我们 不是脸上贴金吗 可是你说的这人 我们这真没有 我们这工厂啊 就二百多人 都不景气了 马上就要黄了 就没听说过 有你说的这么好人 而且我们这工厂里边 你看看 七成的女工 要是有你说的这个大高歌 戴个大方框眼镜的大老爷们 那你一说 我就知道是谁了 不过我听你说的这事啊 大姐 我搅着这人呢 你找不着 我觉得这人八成啊 可能也不是个什么普通人 好了朋友们 故事说呢 我觉得最后这传达室的这人啊 就是跟他妈说 那个厂里没这人的这个人 这人有两瞎子 人家一下就看透了 那根本不是什么厂里的工人 哎 厂里的工人哪会弄这事啊 对不对 或者是就算他会 私下自己学的 或者家里传下来的一些能力功法什么的 人也不能乱使 使完这个 是要背福报的 哈哈 不过就到此为止 故事结束了 刚才咱说的前面的一切的话 都是故事 这故事中的内容 不会发生在您身上的 万一咱们要遇上黄鼠狼子 咱躲着远点 但不是说怕他是黄仙 是怕他身上有什么动物的病菌 或者在咬着您什么的 所以说呢 这世界上没有这些奇奇怪怪的事 您哪 就放心心的生活吧 明日的节目更加精彩 咱们明天再见